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不能实现创富的方向 有的人只能赚小钱不能赚大钱 有的人赚了钱但是太忙太辛苦 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投资项目而不知道投资系统 那么在商业模式日趋长熟的今天 您的企业是否遇到了难以突破的发展平静 或正在经历最为艰难的困境挣扎 您是否深陷纷繁复杂的事物 而享受不到金钱带来的自由和幸福 国际讲师艾莫老师为您讲述企业赢在今天 并且赢得轻松赢得持久的秘诀 引爆您的创富潜能 打造您的创富系统 帮助您的企业做大做强做酒 今天你之所以感觉到赚钱难 是因为你一直在投资一个项目 没有投资一个系统 你今天之所以感觉到赚钱难 你一直在赚钱但是没有累计赚钱的能力 你今天感觉到赚钱难 是因为你一直在花钱 但是从来没有改变对他金钱的态度 今天机会每一天都在你的身边出现 只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换了分面孔使你不再认识他 今天失败也每一天在你的身边出现 只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换了分面孔使你不再认识他 机会就在你的身边 就在你的脚下 你只有通过系统创富 才能够把握住迎面而来的新的机会 很多企业家问我 说爱门老师 为什么我们企业做小的时候很轻松 做大的时候很难 为什么以前赚钱比较容易 现在赚钱比较难 很多企业说 为什么我做小的时候可以驾驭 做大的时候就难以掌握呢 其实赚钱是一样的 现在人类财富平均每五年就要重新分配一次了 所以今天你我兜里有没有钱 有多少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了解下一个五年财富分配周期的法则 那么在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了过什么样一个过程呢 那就是从最早的时候 人们是靠意识赚钱法 那时候玩的是胆量 靠的是勇气 别人不敢做 他做就赚钱了 但是当大家都来做同样一个生意的时候 谁会赚到钱呢 我们企业家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靠技术 大家都来做 谁能赚到钱 取决于谁把这件事情做得够好 但是产品同质化到来的时候 当大家把一件事情做得够好的前提下 谁会赚到钱 就取决于谁会宣传 谁开始做广告 所以中国第三段的企业家开始比什么呢 开始比点子 玩创意 开始做广告 等到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开始做广告的时候 谁会赚到钱呢 中国的企业家就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这个阶段开始比营销 因为人们突然发现 产品 价格 渠道 广告只是促销当中的一个手段而已 人们开始借助营销 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透过渠道到达终端 到达销的手里 等到大家都靠营销赚到钱之后 那么中国的企业家呢就进入了第五段 第五段靠什么呢 第五段就靠公共关系 内求团结 外求发展 开始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每一度塑造企业的形象 这五段的企业家 我管的叫显性的企业家 他们表面上做的翻江倒海 但是表面下做的风平浪静 他们注重技巧没有注重真正的素质 于是中国的企业家就迎来了第六段 第六段靠什么赚钱呢 就是靠服务 各位还记不记得海尔是怎么起来的 海尔就是靠服务起家的 并且为了维持一句真诚到永远 这个企业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那么大家都会做服务随后赚钱呢 中国的企业家就进入了第七段 第七段靠什么呢 开始比品牌从商标注册的保护 到品牌的塑造和传播 等到大家都会做品牌了 谁会赚钱呢 中国的企业家就进入了第八段 第八段靠什么呢 开始靠文化 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是先听到松下性质物的故事 后买到的松下电器 先听到麦大劳的故事 后吃到的汉堡包 文化重不重要呢 非常的重要 所以很多企业老板开始思考 我企业的愿景是什么 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等到大家都会做文化了 随后赚钱 就诞生了目前 中国市场上现在的企业家 开始比什么呢 开始比资本 比金融 玩风投 玩私募 你看 现在两个小孩打架 都透露这样一个信息 以前两个小孩打架是说 我爸爸能打过你爸爸 现在两个小孩打架是说 我爸爸能买下你爸爸 在今天市场上 很多人之所以成为首富 之所以在行业当中成为前三名 大多都是借助资本市场 才建造了企业的位置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下一段的企业家靠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了解了下一段企业家 他的走势 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深陷困境的企业家 几乎今天成功 依然想勇气经营 做大 做强的企业家 就可以发现更好的一个前途 进而找到他的入境 所以带着这个问题 97年我去了美国 99年定居加拿大 在十几年的时间当中 我考察了四十几个国家 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 赚钱的生意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拥有系统的 像麦大劳 肯德基 星巴克 沃尔玛 路易卫登 可口可乐 他们的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系统 他们靠输出系统去赚钱 而第二类的生意 是花钱购买系统的 像开麦大劳分店的 可口可乐分厂 也就是说 当市场经济发生到成熟跟有序的阶段 就是未来中国的十五年 赚钱的生意只有两个 一个是拥有系统的 一个是花钱购买系统的 别的生意都是轮流交房租而已 所以我正式地预测 中国第十段的企业家靠系统 今天你要想赢 一定要把握系统的命脉 今天你要想赢 一定从导入系统 打造系统 并且扶持系统开始 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要想更强大 要想更长久 要想更赚钱 只有一个出路 那就是打造我们的系统 或者花钱购买系统 换句话说 今天做一个企业 你要想赢 一定要赢在系统 今天 我们很多企业家都认识到 要想赢就是赢在系统 但是怎么样导入系统呢 我们做的第一个步骤 叫做清点库存 怎么样清点库存呢 在你企业当中最重要的是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想法 什么是想法呢 想法就是战略和品牌 第二个就是做法 什么是做法呢 就是企划和营销 第三个是什么呢 很多企业想法想得很正确 甚至想得很远 做法也做得很得当 甚至很有效 但是缺了一件东西 致使劳动力成本提高 效率低下 做不强 做不大 做不久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解决心法 企业的心法是什么 是团队和文化 企业的心法是什么 就是老板的心智模式 当有了想法 做法和心法 再插上两个翅膀 这边的翅膀是资本 这边的翅膀是系统 当有了两个翅膀之后 企业就腾飞在即了 今天对一个老板来讲 你的心智平台最重要 记得在我的课上 有一个新加坡的老板来上课 他经过了我们系统创付当中一个游戏 他非常感慨的说 M老师 这些以前的错误 我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我说很简单 如果你能发现 你早就发现了 因为在我们互动的游戏当中 你得以发现 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品牌系统创付的课程 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盲点 每个人身上都有误区 我们凭什么来做决策 我们凭什么来决定经营一个项目 我们凭什么来制定未来的战略方针 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取决于老板本身的定义 假设和结论能力 但是今天为什么会赔钱呢 今天为什么企业会亏损呢 今天为什么应该你抓住这个机会 你没有抓住呢 是因为任何人的身上都有盲点 都有误区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 没有经过这样的游戏 你是发现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结论 并不代表事情本身的结果 通常有四个障碍 阻碍了我们的老板创付 第一个 人们不相信一件事情 第二 人们不相信别人 第三 人们不相信自己 第四 人们不相信系统 而通过系统窗户的游戏当中 很多的企业都感受到 原来我的结论 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结论 原来我的想法 不一定是正确的想法 你只有今天 开放你的心胸 接纳其他的可能 进而了解到事情的本来的面目 你才能挖掘到自己的潜能 进而找到未来企业成长的空间 所以今天你赚到的钱 只是赚到自己的钱 没有赚到市场的钱 没有赚到借力的钱 你只有今天敞开心胸 借助外力 才能够消灭你的误区 消灭你的网点 在市场当中 你本应该赚到的钱 这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借助系统 更多精彩 尽在爱莫老师系列光盘之 迎载系统 努力工作 敬请您的